字幕提供 籌碼動足先機 動能掌握幾千 大家好 我是謝忠林 歡迎收看今天2月12號籌碼動能大戶 老闆的盤後節盤視頻 我們來直接看盤 大盤今天中場上漲110點 有底漲1.89點 然後現在已經談到了這個位階 我們先來看一下外資的部分 外資部分今天是加了一點多單 4300口 目前的衛冥昌是39000口 跟開商日的36000來比的話 多一點點 那老闆他也沒有多很多 沒有多很多 但如果說以這個大盤來看 老闆我認為在現在這個階段 你也不用怎麼樣 你也不用過度樂觀 不用過度樂觀 不想說今天纏起來 哇這個要非常樂觀的 老闆也不用 跌的時候我跟你說不用太過悲觀 漲的時候 老闆我跟你說不用太過樂觀 其實他還是什麼 他還是一個整理盤 那目前在這個位階一樣又回到什麼 又回到我們在上個禮拜五 上禮拜 應該是禮拜四吧 上禮拜四所跟大家談的那個 看盤的那個邏輯 上禮拜四嘛直播的時候嘛 小朋友你看這個部分喔 這根是武漢疫情掉下來的打下來對不對 他現在談到這邊也差不多一半的位置喔 在往上漲把這根吃掉代表 武漢疫情虛精一場什麼事都沒發生 但是是這樣子嗎 小朋友是這樣子嗎 他還是在那個地方嘛 有些需求雖然說地延的 但是就有些財產來說 比如說像那個飯店跟觀光 那個需求是就消失了 就真的消失了你知道嗎 那個不會地延耶 你懂的是嗎 不是說我現在要去旅遊 好恐怖喔 那個那我取消旅遊好了 那我地延 地延你們第一季不去玩 點到第二季 沒有那個就消失就沒了 就真的消失了好不好 會地延是什麼 會地延就是4G換5G的手機的需求啦 有沒有 其實我在節目上更大提的主要是什麼 我說的是消 那個需求地延的部分 是講消費性的東西 就是你4G換5G的東西 那個東西是會遞延的 因為你4G手機 你確實後面要換5G吧 不凡你怎麼說換而已嘛 你是今年第一季換 第二季換 還是第三季等蘋果出來換 你4G中套之後換了5G嘛 對不對 當然你旅遊飯店的部分 我那個好恐怖 我不去餐廳吃飯的 我不去當飯店吃飯的 對我不去什麼酒糞什麼的 那就真的消失 就不見了耶 所以那些真的消失不見的 那個基本上投票 這次我認為也不會談起來啦 現在會談起來都是什麼 就是市場上的預期說 後面會有集單的部分 那會有集單的部分 其實還是在什麼 我說我還是一樣 主要在蘋果的部分 蘋果啦 好不好 在市場投票 還是一樣那個重點 我們預期需求會遞也沒有錯 但是呢 但是如果後面第一季 第二季 它如果真的賣不好的話 如果真的賣不好 蘋果是會砍單的 蘋果砍單的輸入也是非常快 好不好 所以在這位階我會跟大家提什麼 這邊我會跟你說 不要太過 不要太過怎麼樣 你不用看的太差 因為怎麼樣 因為疫情 現在已經不是2013年SARS 但談到這邊 這邊有技術線上的壓力 尤其是這個是罐線 這這季線 就是疊下來的這個罐線 之前摸到基金就往上談 這是罐線 又漲到這個壓力區 漲到這個壓力區 你要我跟你說 這地方哇好棒啊 全力買進什麼什麼什麼 我真的說不太出來 老朋友以現行來講 我真的說不太出來 這地方我們要大買特買 我要怎麼突破這邊 應該還是整理啦 甚至不排除怎麼樣 會往下壓 繼續往下壓 繼續整理 我的看法就是這樣子啦 當然這是指指數的部分 跟我來講 老朋友個股其實 有些股票 其實它不管大盤 在走自己的嘛 對不對 我相信我 你現在還沒看節目 基本上就是 我跟你講股票有準嘛 怎麼是這樣 也就是大盤 我跟大家講完了 我的看法就是 應該這邊 你不用看得太好 搞不好還會再往下壓 但個股呢 個股 阿財吧 還是阿財啊 阿財我根本沒有動它 沒有出它 出它幹嘛 發呆就好啦 減少虧損讓利潤奔跑 一旦這個利潤開始奔跑了 你就看它能跑多遠 就讓它去跑就好了 有利的好一兆就對了 好不好 然後這個營收 我們之前跟大家報告過 昨天漲停榜了對不對 昨天漲停榜 但昨天短前課很多啦 好不好 我把預期今天會大幅震盪 不過呢 不過哇 這真的是超強的 哇強到不行 對 就變這樣子了 今天又漲了快3.95% 又漲了4% 基本上是4%啦 93.9% 一定往上衝嘛 老朋友 他創新高你知道嗎 他創新高咧 今天94.5%是創新高咧 這個哇這個 創新高代表什麼 應該是代表這一年來 因為他之前那個什麼106 不知道那個很久以前的啦 應該是什麼 這一年來你看我節目你去買的 你全部都賺錢 那不是 那個武安疫情跟你沒有關係嘛 對不對 不管看節目看索碼 看 看面前的什麼有的沒有的 反正就看我的 你知道看我的啦 什麼直播啊什麼的 基本上都賺錢嘛 那不是 同朋友為什麼這樣子 籌碼嘛 我們講的是籌碼動人嘛 籌碼動人為什麼會有籌碼 籌碼跟著什麼走 籌碼 籌碼跟著基本面的變化走啦 你要知道現在產業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哪些公司發生什麼事情啦 所以你有抽到方法 就有獲利的能力啦 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在去年裡做完同心店 同心店做完了 那現在是什麼 精彩 好不好 結果精彩搞得比什麼 搞得比同心店還標 同心店現在幹嘛 老師我要不要再去買同心店 他現在評價是合理的好不好 他現在評價是合理的 所以你就抱著精彩就好了 我是這樣講的沒有錯嘛 所以恭喜大家嘛 做個有阿財的人 阿財啊 做個有阿財的人 搞不好會有下一支喔 有興趣嗎 搞不好會有下一支 搞不好是阿達 後面再看 這是 有沒有 有沒有這一天喔 這一天跌 七七點八 這一天是我們第一次較勁的時候 第一次較勁 好不好 第一次較勁那一天 就是我們在應該去年底的 去年底第一次較勁的時候 請我們 喔12月25號啦 我看到12月25號 聖誕節一天啦 聖誕節那一天啊 好不好 就是我們請我們的學員 繼續買嘛對不對 那天還跌耶 七七點八 好不好 謝忠霖分析師盤中分析跟東森聯絡的時候 看多精彩時間約12點左右 我當時心想三十幾的財經部分 的精彩部分析 四十幾塊精彩部分析 欸頭髮我問你喔 我三十幾塊 那時候我已經有先提了對不對 應該沒有錯嘛 我已經有先提 我在節目上已經有先提了 直播都有講嘛 四十幾塊的時候 我有沒有跟你說 那些成年老股啊 什麼買到什麼什麼什麼 什麼祥明的 有沒有全部都放過去 我四十幾塊的時候有沒有在直播 我連續那時候都有人問嘛 我是不是連續講了兩次 應該有吧 對 所以呢所以不好意思 他可能他可能不認識我 他不知道我是誰啦 孤陋寡聞 十幾塊的精彩部分析 當然八十幾才在分析對不對 八幾八幾 我講完馬上往下掉 對 頭髮友 掉下來不是給你買的嗎 對 不是有病就是要幫忙出貨 到底誰有病 頭髮友我有病嗎 對我不是神經病 可以嗎 我有病啊 啊我幫忙出貨 對我真的幫忙出貨 趕快去檢舉我好不好 我實在不太想當老師了 我自己搞定可以賺錢的 每天坐在這邊 真的是浪費我的時間 說真的啊 攏會壞時間啊 好不好 所以呢 所以 所以 真抱歉 出貨出到創新高 哇 真的太肉肉咖了 收不到出貨的錢 收不到出貨的錢 出貨出到創新高了 主力真抱歉 好不好 就就就 好 好什麼 H-O-J-I-A 好幾 好幾啊 好幾同學啊 他也不是我的同學對不對 說我在出貨 對老出貨啊 出貨創新高好不好 所以朋友 股票是這樣子啊 股票是這樣子啊 這怎麼樣好的股票跟你講 都有人 都有人覺得他不好嘛 隨便你啊 對 一直跟大家說 一起來賺你還是一定道理 你不來也無所謂啦 你真的不來 不來我也不會怎樣啊 錢是你都不是我的 賺多你也不會感謝我啊 賺少 被笑也是你家的事啊 那不是 賠錢也是你家的事啊 怕我無關的啊 要來就來啊 不來我來我也不算是啦 我就不來就這樣子啊 對 聚同性戀之後 對 精彩創新高 好不好 恭喜大家 那這個 同學你要看這種就繼續看這種 這種不用錢啦 好不好 手氣拿起來 每天都有這種東西 慢慢看 好不好 沒賺到 不會有人可憐你啦 我說真的啦 這個昨天有法說 我們今天早上把它出掉了 成本區啊 我看他沒有動就把它出掉了 這個昨天 那個 特會買的 冠特買的啦 冠特買的 小鑽 今天把它出掉了 好不好 所以呢 所以就是 有波段的 有短線的 操作的方法啦 同學我在講的是操作方法啦 有操作方法就有 貨鏈的就有下一支啊 我們去年賺了500多 同學我再做個幾年 應該就可以不用做 你知道嗎 還要做幾年 得可以做啊 那沒錯嘛 同學你這種速度 大師兄的啦 大師兄這種速度 不他啦 他做個幾年應該 他應該就不用做了啦 他比我還年輕十歲 做個幾年 對啊 你不要以為大師兄很大耶 他比我年輕十歲 他做個幾年 他應該不用做了啦 就 每年都這種速度來看的話 跟著大戶走財富一定有 同學這是一個方法啦 跟著大戶走財富一定有 不要亂搞啊 要不要來隨便你啦 要來不然來不然來 請在你啦 什麼聯辦 如果說你有任何事物問題的話 要壞年紀錄板可以做個聯繫啊 然後那個 現在我們LINE慢慢的會不用 因為要收錢了嘛 那會轉做Tailgram 那我們的那個LINE的首頁 都有教大家怎麼把那個 到Tailgram這個部分來做註冊 好不好 如果說你有興趣 有看我分析的話 我分析我不會講一堆廢話啦 不會每天講一堆 我們早上一通 晚上一通 下午一通 那講一堆的沒有的 不會啦 重點跟你講一講而已啦 啊每天要講精采 這個就不是重點嗎 這就沒什麼 沒有什麼新的重點嘛 重點就這個東西嘛 就沒有什麼新重點 你就是這支 這支就不會結算嘛 像我剛跟大家預告的 那才結束 搞不好會有要打 搞不好啦 搞不好還在看 搞不好會有要打 有興趣就一起來吧 搞不好 不來無所謂 好不好 那個Youtube 有興趣的 那個邪門分析的話 點個訂閱按個小鈴鐺 節目更新 我們一定先推播 通知大家好不好 好 今天會各位分享到這邊 籌碼動足先機動能掌 我今天見 祝大家免曹順利 明天見 拜拜